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个非常亲切的地方看一下 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只熊猫就知道我所处的位置了 是的 我现在正位于迪拜世博园的中国馆 今天的中外知名企业家可持续发展峰会就会在这里举行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这次中外知名企业家可持续发展对话会活动 是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中国新闻网共同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 今天将会有非常多著名的中外企业家一起历临会场 让我们去看看都有谁 发展的国家 特别是脆弱国家最关心的损失损害问题呢 今天呢 这个有了一个很大的进展 就是一些发展国家已经提出了一共是三亿多美金的捐资的这么一个目标 提出来了 我感到很高兴 明天的中国的底色是绿色低碳 那它的背后的驱动力量是高科技 是技术创新 所以我们在这个走绿色低碳的时候 我们更通过数字化制度化 把我们的整体的产业发展下去 所以在这里我相信我们中国的企业家伙 通过和世界企业的合作 中国的机会就是世界的机会 通过这合作我们共同发展 我也非常愿意在这里表达 要发动更多的中国企业来参加我们这个联盟 一块推动我们的探综合的未来 一块发展 谢谢 刚刚会议已经结束了 在刚才的会议上 我们听到谢正华特使 公布了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 并且我还听到了许多的金句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还是在大家的讨论中 频繁出现的一个词 那就是合作 许多企业家现场明确表态 愿意做出承诺 并且制定了非常明确的减排降碳目标 通过这次会议更加让我相信 只要全球各行各业的企业联合起来 共同努力 我们一定能够获得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